12岁双胞胎患上尿毒症 而父亲看着自己的肾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捐献给谁 医生的话让父亲心身疲惫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家庭会遭遇如此噩耗 双胞胎兄弟小云和小豪是对同卵双胞胎 神情和模样简直就是腐质粘贴 可从他们出生开始 两兄弟的发育程度明显不同 12岁时弟弟竟然比哥哥高出15厘米 体重更是相差几十斤 就连父母都没有想到 同时出生的两兄弟竟然被分成了大小号 起初父母并没有在意 认为是哥哥的身体吸收不良导致的 可没想到突然有一天 哥哥突然反复发烧 不管吃什么东西都会吐出来 父母便立马带着大儿子去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之后 竟然发现大儿子鸡肝高塔上千 被诊断为肾衰竭武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尿毒症 此话已出 这对夫妻犹如青天霹雳 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这样的绝症竟然落在了自己儿子身上 可接下来的噩耗还没完 医生在得知大儿子 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 便觉得这件事情大事不妙 因为铜卵双胞胎的基因基本相同 既然哥哥已经患上了尿毒症 那么弟弟也有可能面临着肾衰竭 果不其然 弟弟也被确诊为了肾衰竭第三期 但万幸的是 弟弟并没有确诊为尿毒症 而是尿毒症初期 目前还能用吃药来缓解 并没有走到必须血液透析这一步 但医生告诉父母 并不能掉入清心 因为一场感冒 就可能引发弟弟的尿毒症 父亲心急之下 便想要用自己的肾脏 来救助自己的孩子 可医生的话 瞬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去年父亲经历过一场车祸 全家人为了治病 更是砸破脉铁治疗 今年好不容易大病出狱 却又遭到了如此噩耗 真是麻绳专挑戏竹转 厄运专模苦命人 父亲目前是全家 唯一符合标准的人 可他只能捐献一个肾 无论捐给哪个孩子 都对另一个孩子不公平 经过再三考虑之后 父母最终把亲属捐住这条路 作为自己最后的退路 他们只能将希望 寄予捐献者身上 但从医的人都明白 你无法保证 什么时候能等来肾源 所以父亲便带着孩子 跑往广州 长沙 北京等地的医院 去做遗址登记 那么他们能够找到 合适的肾源吗 尿毒症双胞胎 同时进行肾脏移植手术 可谁知 哥哥却想把属于弟弟的肾脏 占为己有 哥哥认为 自己患病比弟弟时间长 所受的痛苦比弟弟多 凭什么弟弟一生病 他就可以立马进行肾脏手术 心里很是不平衡 在哥哥的认知中 自己有两颗健康的肾脏 才是完整的 而弟弟也没有自己严重 完全可以再等下一颗肾源 其实在来做肾脏手术之前 弟弟就曾听哥哥讲过这件事情 他本以为是兄弟之间的开玩笑 却没想到 哥哥竟然拿到了台面上说 这令他十分伤心 但弟弟也不甘示弱 面对父母的开导 哥哥显然并未打消他的困惑 而医生也表示 一颗肾脏也可以维持正常生活 如果移植两颗 这不是要了弟弟的命吗 更何况 等到下次核实的肾源 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但兄弟之间的争吵 并没有引来父母的关注 因为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肾源是否稳定 而在此之前 他们已经经历了四次失望 每次准备手术的时候 捐献人的家属却临时反悔了 这让他们一家人 从希望又陷入到了绝望当中 更何况 他们一家人 还是普通的工薪家庭 一个月累死累活 只能挣个七八千块钱 而光两个孩子的药物费用 就需要一万元 为了此次手术 他们更是踏破了 亲戚家的大门 好说歹说 才凑够了两个孩子的手术费 而这全部都是亲人的心意 他们一再强点 让我去治理 不要把这个吃饭的身上 如果说下巴的肾源 让我换身 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可越害怕什么越来什么 距离手术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候 医生突然表示 提供者突然出现了情况 手术可能要延期了 这就意味着 这一家人再次从希望跌落下来 心里好难秀 这次是最有失望的一只 但愿你去治愈和你去治愈 在经过三天的苦苦等待之后 他们一家人最终等来了心心念念的甚远 捐献者是一位脑死亡的16岁男孩 他用自己的生命帮助四个人重活新生 而其中就有小云小豪兄弟两人 他们走进手术室之前 深深地向医院和捐献者鞠躬感谢 低声滑开男孩的肚子 从里面掏出两颗肾脏 立刻放进早已准备好的冰块和水里 而这两颗肾脏 即将要拯救身患尿毒症的双胞胎兄弟 在做肾脏移植手术之前 哥哥甚至还想要将两颗肾全部占为己有 可惜却被父母两人拒绝了 因为这样会害了弟弟的命 两兄弟在父母的陪伴之下 分别走进了手术室 随着吸入麻嘴药 哥哥想要移植两颗肾脏的美梦 最终还是落空了 大多数肾脏移植手术 跟常人所想的并不一样 手术并不是把原有的肾脏摘除 然后换上新的肾脏 而是在原有的肾脏旁边植入新的肾脏 以此来保证器官的正常功能 在手术里 三位主刀医生鼓鼓呼吸 一刻也不敢分神 因为儿童肾脏要比成年人更加精细 随后女护士拿着完好无损的肾脏 来到了手术室里 好在权限者与两兄弟年龄相差不大 而肾脏的大小也刚刚好 接下来就轮到主刀医生 大醒神悲的时候 他们摒系宁神 注意力全部在肾脏上面 他们都知道自己身上背负的是一个大家庭的希望 而在手术门外 父母在外面祈祷两兄弟的平安 尽管他们患一颗肾脏 基本可以存活二三十年 但对于父母来说 他们能做的就是做到当下 为了这次手术 父亲甚至还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挺着一张老脸 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 其实早在两兄弟出事之后 有些亲戚提议 夫妻二人趁着年龄不大 赶紧生下第三胎 但父母想了一想便拒绝了 如果自己在孩子需要的时候选择离开 怎么能称得上是父母的责任 经过医生四个小时的努力 手术终于结束 接下来就等待着肾脏 是否可以正常排出尿量 果然没多久 两兄弟的尿液正常排出来了 这也就意味着肾脏的功能是正常的 在术后的几天里 两兄弟并没有出现感染的情况 反而被妈妈喂养的 有滋有味 看到两个孩子生龙活虎的样子 父亲非常感谢捐献者的帮助 他们随后也参加到了捐献者的队伍里 将这份爱延续了下去